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敬会的强强对决 关架方是钓鱼岛,对象方是珍宝阁 那鱼岛这边还是上的国标 大唐圣木林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阴阵 那对象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的双风 配合着士陀林加圣木林 开了一把风阵 也是大克了关架方阴阵 10%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那这场比赛也是8月3号 刚刚打的比赛 闪爆 关架方这边打的也比较的果断 开场直接小索 就要点杀对面师妇 但是感觉这个伤态还是有点不太够 风力波特技 第一个是防止对战方起野兽之力 第二个也是可以 让对面被动法宝不会触发 从而去提高自己的点杀成功率 那关架方这边直接换须名 对战方也是 并没有管尸陀 该套化身套化身 化身死该拉金刚 不是你们两个团队心这么大的吗 好家伙 观战方大堂 哎呦 这一波下来 鱼岛血亏啊 你要知道 女儿村 既没有去封印对面 还换掉了自己的一个善恶 厂商这个须名肯定是要被清掉的呀 须名不耐扛吗 这么一来一回 关架方女儿村的操作是受到了 最大程度的一个影响 而且啊 而且对面尸陀还没有死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 这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 直接空切了 这样让地府就显得很尴尬呀 啊 观战方 现在大堂 呃 又是肯定是有神马宝宝的 啊 是要比观战方这边地府的速度快 啊 这波鱼岛又亏了 啊 你点尸陀 直接给空切了 没小死 其实尸陀岭这个门派倒地也就倒了 啊 不太影响他的出手 大不了拉起来 该飞就飞 影响不大 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 对面这把野兽啊 一直补不出来 对面第一回合补野兽 就没补出来 啊 第三回合补野兽 又被观战方这个风特级给封了 啊 又没补出来 而且现在愤怒也被清空了 啊 手里也是没有愤怒 啊 没补出来 也算啊 限制了一下队长方的一些操作 啊 这个还是蛮舒服的 啊 当然 你被宝格那边大客的遇到这边肯定也是不好打啊 肯定也是不好打啊 对了 把状态的打开 他们刚才又给关了呀 哎 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啊 啊 女儿村一组啊 对罗汉盖一盖 对面是神马宝宝 遇到刚才是一个 虚迷 哇 真是活一口 呃 观战方这边打的已经是节奏很快了啊 无奈还是有点 主要他们这个心理的博弈太严重了 他们很多都是心理上的一个博弈 所以导致了遇到第二回合啊 连续的点杀并没能成功 四语神香啊 再控一下尸陀 观战方向的面上压力有点大 而且大唐倒地 对面肯定连续会守着观战方大唐的尸体 啊 你大唐尸体如果持续被守的话 其实遇到这边已经是丧失了一个点杀能力啊 啊 稍后对面完全可以给自己的尸陀去打上一个天地捅兽 现在对面需要做的就是先把观战方这些善恶啊 啊 先处理处理 啊 因为善恶不处理 对面天地 他不敢打 或者是说 打起来啊 会比较的吃亏 那继续亲宝宝 避脸 闪爆啊 对面开始守尸体 闪爆 哎 可以啊 这个是尸体并没能守住 观战方大唐继续拼 那这样无划生死啊 可以出手 先回口 观战方这边划生死速度调的也比较的快 这个地府的速度啊 有什么啊 我现在地府基本上很少加敏捷啊 啊 或者是说跟大唐其实加的敏捷大差不差 所以老会出现这种大唐比地府速度快的情况啊 这家常便饭啊 经常有任何一个团队这种情况也是 老有出现 老是这么出现 速度卡得太死了 他们这些追求极致抗险 多加一打敏捷都不乐意 落花承尼再反空一手 观战方拥而蹿啊 天上也是下起了血 尸陀接着飞 现在有巨剑啊 语导道士可以通过巨剑去强行打一波突破 因为如果这么耗下去 肯定是对于语导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 本身国标跟212你就打不了消耗 你又被人家大客 我觉得奇怪啊 这语导是被大客 这阵法开的呀 也是 有点东西的啊 也是有点东西 笑里藏刀啊 再给一手 这阵法现在啊 有全场一速啊 我就 一个封城的武装怪能抢过女儿村的速度啊 而且观战方是阴阵的女儿村 哪怕你就是有神马宝宝 啊 我这么说吧 啊 女儿跟武装的速度差距啊 就是哪怕你有神马宝宝 我没有你也不该比我速度快啊 这就是 女儿村啊 她这个经脉带来的一个速度优势啊 但是 于导这女儿老实速度慢呢 啊 这个 说白了就就差个流云 差个凝制什么的啊 也不至于让武装怪强做速度 你本身啊 你这种阵法上已经相差了5%了 啊 因这是15%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因这15% 那实在不行 女儿村就换个宝宝 啊 但现在女儿村的宝宝确实有点严重啊 你贝达克没速度这么大 凝制术 赶紧丢一丢啊 看一下女儿村能不能抢回这把速度 应该差不多啊 一个凝制差不多了 宝格武装怪硬件太强了 你之前看呆瓜那边 直播也说过啊 宝格的武装 投资是水鱼岛的两倍 还多 还多 你这你就没法说了 啊 宝格武装 你这输丢完啊 关键方 鸟串 也是 重新拿回了一锁啊 继续尽量给大唐 对面还得接着压呀 现在的问题是 鱼岛这边 却打不了人家的一个突破 关键方找不到 合适的机会进行点上 直接换地厅 去牵制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厅是真的像哈 还是牵制 保证自己的一次成功点上 因为地厅确实可以牵制 对面不少的操作啊 从而让自己有一个 比较好的脸杀成功率吧 解开大唐 含气默默 战控神木 对面好像 无心管辖这个地厅 好家伙 真没人管啊 有一把罗汉够够的 对张方就觉得 有一把罗汉够够的啊 他不管了 当然关键方也没有给这个地厅 过多的投资 感觉这个地厅很没有排面啊 地厅表示我不要面子了啊 都没人管啊 小草啊 那关键方果然是啊 那地厅去做一个牵制 从而 保证自己的一次点上啊 但无奈 小草并没有挂中啊 大唐也是可以横扫了 要保护 保证自己横扫 对面卡了一大惊啊 神木被控 技能没用出来 小李藏刀再给地厅 那关键方这波点上 是完整的失败 女儿村赶紧换神马宝宝 去跟对面抢速度 关键方鸟村赶紧换神马了 不能老让对面武装官 拿这个移速呀 你阴着呢 你这你怎么打呀 对不对 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实在不行 地府抓一抓他 让自己移速拿的更稳健一些 化身色 火一口 一把金青 关键方这边 还得继续 对面十次回合 终于是 加出了这把野兽之力 关键方这边 还得寻摸机会 再来一次点上 不然打得太被动 对面现在是全员满血 好不过啊 这真好不过 赶紧再控神木 提护宝出手 这波关键方 依旧可以选择点杀 可以去针对神木灵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关键方这边 依旧选择去点杀 对面的石头灵 石头先变身 拒剑 斩一手 小死亡 金利物单抽四千击 前派宝宝跟一跟 感觉对面 石头没了 而且队长方也开始反压 关键方大堂 闪爆 加了八百 闪爆 这好像 鸟吞又得换宝宝了 因为剩下的是壁垒了 剩下的是壁垒 关键方大堂先到地 对面石头 两把山豹 没有死 鸟儿村 也不换宝宝了 他确实换了就没医塑了 关键方鸟儿村 这个宝宝一换 他没医塑 虽然能压死对面石头 当然能不能压死 还不一定 对面再捕一把流云 那关键方医塑又丢了 哎呦 这个连续的点杀失败 关键方用巨剑 我是 没理解 确实也没理解 可能是怕对面封印 万一这个大堂被封印 这把点啥不就点不出去了 当然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绝对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伤害差的那么一丢丢 两个善报 也是 哎 鸟儿村的宝宝也被清掉 下回合鸟儿村又没医塑 大堂也被守着尸体 对面武装 拿到医塑 这样令企业给石头补上 关键方鸟儿村再补一个宝宝 再补一个宝宝 感觉补一个宝宝 还是没医塑 补了这么一个宝宝 我估计还是没医塑 因为刚才对面 是给武装官 也补到了一把流云的 罗汉 盖一盖 所以没有开始针对鸟儿村 关键方鸟儿村还是拿回了一座 还是拿回了一座 那这样换地厅 加战敌 那还行 有一座还凑着能打 把战色活血活不上 对面给到进鸟 这一波对战方也是做出了防守 开始应对关键方鸟儿村边的地厅 强压尸陀 九百 九百 来一千三 还有一个神木灵 不需要 尸陀直接倒地 好像这个小索马上就要到了 这小索两个回合 下回合尸陀可以直接拉起来 不太影响什么 这把点杀 点了 成功了 但又好像 没成功 这个就很纠结了 成功了 但又没完全成功 对面尸陀 下回合就可以直接拉起来 但是也影响了他这回合的出手 也仅仅是这点作用 此行息走 尸陀拉起来 可以直接起飞的 刘云爵 关键方也赶紧给女儿村补上 拉起尸陀 直接飞 影响不大 伤害方面受了一些影响 就神器方面的影响 打到现在感觉遇到这边 有点绷不住了 全员的血量都非常的惨 发生死 手里倒是还有一点灵源 先来把金青 稍后发生死 抽时间可以来一把 助得退 整体局势倒是还能稳得住 还是同样的问题 就关键方还得寻求机会 进行点杀才行 巨剑斩下去 小爽再来 挂住 神木 进就单抽 三千二出甲 又差一点点血 恶爆 这一波是成功点杀 好家伙 缓了一波大节奏 这回是真缓了一波大节奏 剩下的就是 把对面这个地厅 应对好 就可以了 现在天上刮起了风 对输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向前寒阵 打一手 盘四 张林奇 尺子一刃 应该问题不大 哎呦 但是宝格的化身死 是带了尺子和战笛 他不带珠子 宝格化身死 带珠子的概率 是非常的低的 这场比赛 他带了尺子和战笛 四千一 还好 还好 对达方 现段没试图 打死亡 拍中 一把延长赶紧扔 这大唐要是倒了 鱼岛 这是要崩盘呀 女儿村倒地 哎呦喂 这大唐倒地 大死亡呀 当前回合的大死亡 赶紧换宝宝吧 赶紧把养库换出来 我看鱼岛这边化身死 应该点了磁心的 还是点了磁心的 换两个 就打得果断一点 就直接两个宝宝就换出来 现在换一个的话 关键方耗不住 换一个 大唐也要在地上躺四个回合 这四个回合 足以弥补对面 石头倒地的这么一个掠势 也不能说掠势 对面没什么掠势 这个局面吧 继续延长 对面石头要在地上躺九个回合 躺九个回合 把这个地厅清跑了 又换下来一波 随机到 拉起鸟儿窜 选择脱九金轻 谁换羊铺呀 看鱼岛这个样子 应该只换一个羊铺 只换一个羊铺 对面 地厅海 往过走 石头倒地 就拿地厅来补充输出 二十四回合 刚好有一点崭新的灵源 幸福二选一 观点方这边 一号位宝宝直接换掉 神木灵 做出了牺牲 换出一把羊铺 这幸福二选一 再换一个 观点方还是果果断断地 换出了两把羊铺 那这样的话 大堂可以直接拉起来了 尺子扔一手 确实一个羊铺 有点敢不敢烫了 现在羊铺这边 略是稍微有点大 一个羊铺不敢烫 拉起大堂 战地在家 长驱清掉一个 灰林波在 防守对面一号位 这种超慢地厅 还是点着大堂来的 但大堂也算是 有功之成了 把对面四号位地厅处理掉 哎呦 四夕的 两个四夕 阳护 关键时刻还能扛扛地厅 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但羽岛这边也算是 被打得有点 受不住 对面石头 还有两个回合就能站起来了 等那个石头站起来 观众方又尴尬 现在观众方完全没有点杀能力 完全没有点杀能力 对面再换地厅 哎呀 又是一对 对这方 还是那句话 人家有天地同寿 可以通过天地同寿 去保地厅 这也是212的一个优势所在 女儿村偷就罗汉 继续硬扛 这样令起 不给几号位 不给二号位 看一下羽岛这边 能不能选择正确 战敌 还是给二号位 换了玩笑 压地厅 高速压地厅 低速来杀人 杜杰金身 再保一手 有没有漫天 没有出6到5量 挠一挠 挠了4号位 冰串怒 还行 清掉了 解除危机 现在就怕宝哥 再给你换地厅 这两个团队 别的不说 地厅是真的多 关键是 它多就多吧 它质量还高 这些地厅的输出 速度 各方面调配的 都比较的合理 小嫂 应该是 想点杀 对面倒地的 尸陀 但是对着风 并没有提前拉起来 这样小嫂 是挂歪了 对面尸陀 虽然倒了 但是还是 那句话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没消死吗 关键方 还是去用小嫂 去做了一步预判的点赏 这没办法了 虽然现在只能这么去打 打得堵一些 不能稳扎稳打 无魂 也中 敬聊 再给女儿 对面 这回要压 医塑了 地厅 开始持续不断地去出 大唐人无魂 关键方也是 不断地去出地厅 牵制 石头直接飞了 看看这个地厅的速度 还行 没有飞到地厅 那也证明了 关键方地厅的速度 不怎么快 对面可以根据 石头刚才 飞机玩的那一次 速度上的反馈 对于自己的地厅 去做一个应对 天地同手 抱一手石头 防止关键方的二次点杀 断碟 加上 罗汉一概 再防一手 关键玩笑 点着关键方地厅来的 因为刚才对面 大概通过那把石头的飞机 已经了解到 关键方地厅的速度 大概处在 哪个层次上面 肯定是要低于 关键方这边的物理系 这么一个速度 现在的问题就是 羽岛这大堂怎么比地府速度快这么多啊 就是场上没有神马宝宝 也是比地府的速度快 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有神马快过地府 这很正常 你没神马也快过地府 这就有点不正常 速度调的 还是出现了一些瑕疵啊 本身梦幻它是有一个乱敏机制在里边的 敏捷会出现一些 速度啊 敏捷差不多的时候 速度方面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啊 但是 就得要求他们调调号的时候 调的更 细致一些 更细致 这个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 让地府人去给女儿村 加血 冠杂皇这边 还是憋着一股劲 向磁航 向磁航 看得出来 磁航的信 是有的 场上也有归宿了 两千六 头上罗花成尼 这回合是不能动 关键方还需要再坚持一个回合 地府去 咔个大惊什么的 也不是说不行啊 但地府的速度 哎 地府选择了一把罗汉 关键是女儿村啊 头上又中了一个 日月乾坤 那你这词号还是放不出来 那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 请帮您关注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帮我唱点赞 拜拜